宜蘭 武捷鄉在昨天下午 發生一起自撞的車禍 當時有一名駕駛 他是開著公司的灑水車 準備要上蘭陽大橋時 但是因為下雨天 導致他整台車是打滑 撞上了旁邊的分隔島之後 就翻倒在路中央 所幸最後這起事件 並沒有造成人員身亡 下雨天宜蘭街頭一輛灑水車 快速行駛 下一秒就因為打滑 先是偏向了左邊之後 整台車瞬間失控 撞向了一旁分隔島後 直接翻倒在了路中間 車禍就發生在 五街鄉二街路 五中正路三段口 21號下午一名 全姓男子駕駛公司的灑水車 由南往北行津 蘭陽大橋時 因為路面濕滑 導致過彎車輛打滑 撞上了一旁分隔島 這輛車就這麼翻倒在路中間 好在有熱心民眾上前 幫助駕駛脫困 警方也在貨爆後 立刻到處處理 轉彎 轉彎太滑了 車子打滑 打滑 然後轉彎 然後打滑 就直接就上那個 好在現場沒有人員雙亡 警方實施救測後 駕駛也沒有酒精反應 只不過因為當時車流量較多 這整台車翻倒在了路中間 也一度造成交通打結 下雨天路面濕滑 駕駛開車時還得要放賣速度 才能確保自身與他人的安全 記者李佩廠洪方生一覽報導 早安 字幕廣告